这次的Computex包括了超围 包括了高通 包括了Intel 大声其喊说AIPC元年已经到了 台湾很多的厂商现在 大概都已经叙事待发了 但是在讲今天 谁可以吃到饱之前 我们要来听听看半导体路行之 这分析师他又发了一篇逆风文了 首先他说AIPC 到底我是猪还是怎样 旧手机比如说iPhone12 明明就可以跑得动Gemini 电脑比如说Mac可以跑得动 现在的TRAP GPT-4 我干嘛要这么笨 买一个比较贵的AIPC 把微软所有说开支电费 因此要开始卖很贵的AIPC 揽到自己身上呢 路行之的说法 网友也有他的观点 网友说其实这些比如说手机 如果真的要做编语运算 手机跑不动一定要用桌机 未来所有笔电都是AIPC 不管有什么理由 换机潮有时是被厂商创造出来的 所以他也要挑战路行之了 先生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AIPC大家认为未来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换路行之 在这个时候发这个逆风文 你怎么解读 对我想事实上我们知道 就是说路行之过去就是 雨不惊人死不休 所以他要提出challenge市场的情况 其实针对这个部分 刚刚我们是讨论相当热烈 我觉得乍听之下非常有道理 你说旧手机就可以了嘛 为什么就旧手机跑 GPT4就可以了嘛 我干嘛要去买比较贵的AIPC 那微软开支的电费 揽到自己身上 乍听之下好像对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去用challenge3-4 你会发现 其实他的重点在哪里 这需要匀 这需要匀 AIPC他就在端 就好像刚刚我们像朱华提到 未来都是在边缘运算都完成了 在device上面的边缘运算就可以了 对所以如果真的要做在边缘运算 就是OK了嘛 当你说桌机或是PC等等 或是NB 其实可能性都是很高 而且重点在哪里 你说challenge3-4 其实在一般的比较旧型的 或是说你手机比较旧 他跑出来的速度跟结果 有时候会不太一样 他跟我们一般的运算逻辑不太一样 我们大概会讲AIPC的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用一个比较旧的机种 下去跑出来的结果 未必会是完全正确 而且你每一只机子去跑的结果是不一样 因为他是AI generation Generation AI 他是深层式的 他不是标准答案 重点在哪里 所以你用旧的手机 旧的电脑去跑出来的答案 或许没有人家的好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 好 如何去定义AIPC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跟重要 其实你看 Intel提出的之前叫CPU 但他CPU要处理器整合叫NPU 现在的重点 大家要知道什么叫NPU NPU就是什么呢 事实际上是神经网路处理晶片 神经网路处理 那以前CPU我这样讲 CPU就是直线式的 0跟1的概念 不是0跟1 所以他是一个直线式的 那NPU 我们知道他有网路的概念 他就是一个交错式的 所以 Intel也要把CPU变成NPU了 来NVIDIA 他的专长在哪里 在GPU GPU 其实他想成一个 他叫流线型的 因为你Graphic 画图的绘图晶片 但是他觉得这样的状况也不够 他仍然在Graphic的过程当中 他还要加入神经网路 让他能够完全的贯穿 四通八达 所以这样的概念 就是一个NPU的概念 甚至微软的作业系统 网路我们讲说 软体最大的就是微软 有足够的算力 可以执行Copilot PC 所以这个部分 你看Intel也来了 NVIDIA也来了 微软也来了 所以我们讲说 PC的核心关键零组件里面 就是NPU的处理器 未来大家都要走什么 NPU路线 这三个是我们讲说 殊途同归 那你说NPU关键在哪里 运算要省电 那还要省电电池 能够分摊CPU的工作负载 所以这样的问题 才能够什么 真正的AIPC 所以我们现在的PC 其实都单一的 你要嘛就CPU 你要嘛就GPU 你要嘛就是 我们讲的旧的作业软体 它上没有办法执行Copilot 纵使你执行 你不够效率 而且你要透过云 那这个一般来讲 他们定位的AIPC是 你在端就能够完成 所以未来大家需要的是一个 准确精确端就能够完成的一个产品 好 这是大厂的定义 他们定义什么叫做AIPC 那大厂他们在做什么呢 好 事实上 你有人定义的 也要有人登高一呼 可是你看这些台湾的大厂 全部登高一呼 我们首先来讲台积电 这个魏哲家了 总裁 事实上他在法术会已经讲了 这他法术会的时间就讲到 已经看到边缘AI运算的需求推动 内含NPU的晶片增加 台积电是做晶片的 他在下单就知道 有关NPU的晶片来了 那晶片的面积变大正在发生 你看那个NVIDIA 那个黄仁勋他就讲说 这个Blackware就比以前大了嘛 晶片的面积变大正在发生 然后他这里讲 手机跟PC的换机槽正逐渐加速 虽然尚未发生 但很快会来到 我想台积电讲的话 最值得去注意 因为最早的晶片 已经开始发生了嘛 就是整体上NPU晶片的推动 就代表什么 AIPC也好 AI手机也好 它虽然还没发生 但是什么 已经很快会来到 这是台积电的讲法 所以台积电的动作 印证刚刚三大 它他们的方向 他们的定义是正确 而且是真的 没错 何硕呢 何硕其实讲的就更入骨了 他说AIPC 让PC的产业老干发心 热潮带动效应 他说五六年没问题 哪时候的PC还能够红五六年 所以一定是看到什么东西 而且他也提到说 AI向网路对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 现在没人谈网路PC或手机 就是说没有人讲说你PC有没有网路 未来他讲说AI意思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对照 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明分析师他讲的 他说这个没有人会去换这个AIPC 我想他跟童子言董长要去对谈一下 我觉得他说未来AI也是一样 就是如同水跟鱼一定都会使用 我是比较认同何总盛的讲话 好那友达怎么表态呢 好友达他也提了AIPC就像IPC一样 将AI运用延伸到各行各样 IPC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工业电脑 所以工业电脑也是类似说一开始只有在局部性 但后来是我们讲说雨露春笋同同出现 那我觉得AIPC有这样的概念 除了这三家还有哪一些 好包含是像华硕 包含是英特尔包含高通 包含广达 其实他们都有表态 像以华硕来讲革命性的发展 这个Generation AI的人机界面 英特尔来讲到一兆美元的市场前例 一兆美元三十几兆台币 高通要提到什么 混合式的AI时代 以及广达这也讲到说 AIPC是一股力量 会很强大的往上成长 所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人讲 从台积电 从华硕 从英特 不管国内外的厂商 而且都是一些 当然这些厂商也上卖 卖他们的产品 当然会讲的比较好 但是你很少看到一个产品是 大家这么有共识 虽然说还没有真正 来到一个起飞期 但是它的前景 的确是值得留意 好 我们贯穿 未来英特尔说 这样子的一个半导地产业 有这么大的潜力 广达告诉你说 在接下来 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有多强 对 我讲数字会说话 AIBC未来三年 它有大幅度的成长 多大幅度 渗透率会来到65.9 其实渗透率的代表是什么 四占率的意思 那我们从这个2024年来看好了 今年 今年来看 其实渗透率多少 15.7 如果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蓝色的 叫做非AIBC 今年非AIBC还有两亿多台 但是AIBC有多少台 大概只有3900万台 这个AIBC今年底的预估 其实已经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更多 因为现在你周边 不太听到有人买AIBC 所以代表下半年 可能爆发率就会先上来 大家是厂商的预估是这样 所以你看今年事实上在15.7 其实已经是成长很多 因为它是从零到有 所以这个幅度其实也是非常大 好了 明年开始33%市占率 48% 甚至我们讲说2027年会来到65.9 我们姑且不认说 到底会不会到65.9 但是我相信 这个曲线是对的 它是从左下到右上 那幅度到底怎么样渐能渐制 以及推广的过程 所以这下面有把这个出货量的预估 把它找出来嘛 所以你会发现说 整体上面来看 2027的时候 整个市场 它这个年增率的状况 其实事实上是非常可观 那如果说你用它的数字来看的话 据MIC的调查 2024年 AIBC的渗透率15.7 刚提到 2027到65.9 那上看1.79 一台 那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那大概它的年复合成长率来到36 那Intel也表示了 目前AIPC达500万台 估2024年底 大概全球的AIPC将会达4000万台 这个就是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大厂都是还蛮看好的 那里面最重要三个条件 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跟开中密 跟大家讲 AIPC的概念 必备三个条件 离线中能够快速执行Generation AI的模型 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在网路上面执行这个动作 因为这里也有一些隐私的问题 你执行很多 你问很多东西 其实有关隐私的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端 在你的电脑就完成是最好 那再配备NPU 所以假设有NPU的概念 就是AIPC的概念 算力超过40个TPS 你说什么叫TPS TPS Tops 这叫每秒一兆次的操作 这个速度很快 那他是要40个Tops 所以代表就是说 AIPC其他的规格是高的 他的前景是好的 但是除了NPU之外 你的算力 还有你的能够执行Generation AI模型 等能力到底到什么程度 好这一张我们其实浓缩 在这一块就是接下来要延伸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说接下来 全世界在全球PC的出货量 明年增加8% 后年增加3% 成长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但是内容会出现非常大的消涨 AIPC大幅的增长 非AIPC传统的电脑 接下来就会慢慢的衰退 如此的消涨之下 AIPC必备的三个条件过程当中 哪一些厂商会因为这些必备条件 而因此窜起 好这个就非常关键 所以里面我觉得有一些指标性的厂商 我把它举出来 第一个一定是华硕 因为华硕是最早跳出来说 我要做AIPC 而且是现在进行市 它最早推出 那你看它的整个 今年上半年的情况 因为AI伺服器的加持 第一季的营收剂增2% 年增11% 估第二季的出货量 也能增加10到15% 这个是AI伺服器 但是它在Computex之后 推出全系列的AIPC产品 现在进行市场 估下半年AIPC 大概会让它有旺季的销售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说 现在我们听到的AIPC好像不多 因为Computex之后 雨后春损出来 开始已经正式开始推了 所以以华硕来讲 上半年的部分 AIPC的加持 到下半年还持续 AI伺服器的动能升温 他们事实上有提到 库存是健康的 再加上新品 第二季的盈利率 有望来到4% 下半年的盈利率 有望来到4% 其实都还算是不错 好 这个题材震天响 但是股价最近 并没有令人非常期待的 喷出表现 很好 我想有时候股票 就是不会跟大家讲 在类似像这种地方 因为你讲到这个地方 你到底要不要追 我们常常讲说 那股票什么地方 你这个图形稍微缩小一点来看 你就发现 这个地方是对的 为什么 他一方面这里拉过来 又是一个跳空缺口 又是这里的前波高点的位置 那你看KD的指标 KD指标其实一般来讲 来到50附近 我们称作是一个多头抵抗 所以你在拉 那他那时候什么都拉涨停 就是法术会讲说 哇 我AIP性很好 但Computex都没有什么太大表态 那股价也连续的做一个拉 我觉得落入这个地方之后 应该是他股价一个 比较有撑的地方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比较中期 可以介入的点位 好 这是华硕 另外来看到林洋的题材 好 林洋大家就比较意外 就说 AIPC怎么会讲到林洋呢 那我讲说 其实AIPC里面有一个很关键 事实上我们知道 ChatGPT4里面 最厉害是什么 他是有眼睛的 没错 就是说你如果拿给他一张图 那你说你看这张图 去做一篇文章 他做得出来 那他做这文章还很厉害 所以未来的 AIPC一定会强调什么 影音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林洋其实他的影音晶片 耕耘非常多年 我觉得对他来讲 觉得是加分 未来ASP有可能因为这样 而渴望做提升 那我们来看 他第一季的税后 2.31亿元 EPS 0.39 正是什么 转亏为盈 而且本业是回温的 那他除了有这样的题材之外 细致财先后通过台积电跟什么 Glow Foundry的认证 所以他有个IP 未来有机会透过授权 取得细致财 所以他也是一个细致财概念 那他现在看起来 AIPC也卡到一个不错的位置 股价的感觉是 周线大底完成回測颈线 日线属于多头牌 来看一下林洋间收34.9块钱 OK这是周线图 因为周线就是 我常讲说你股价是不是 有周线大底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再看到日线 日线就是 他有稍微回測 是 他周线这个大底没错 那这里也是一个底中底 那这边拉抬过程 他也是做一个回測 并不是在喷出的过程 股价KD指标 也是来到一个接近50的附近 所以并没有说 好像在强在高点 而是来到红K的一半 再加上我们讲说实现这附近 应该是属于可以留意的点位 好这林洋来下一档 怎么看红基也是品牌 双A都有列入你的名单 对我觉得其实 AIPC双A是很关键的 因为其实宏基他携手 微软跟高通 推出AIPC Co-Pilot NB 打造新的使用者体验 那事实上也是一个蛮正面性 下半年也是迎接AIPC换基草 所以如果资料没有错的话 我觉得下半年 AIPC的量应该会上来 那四月在我们讲 Chrome跟Windows作业系统上面来讲 他名列前三大 表示他在软体上面也做得不错 针对不同市场推出符合消费者期待的装置 触角延伸到教育市场 股价也是属于周线大底突破回测颈线 来看一下今天收50.5块钱 OK这是周线 周线底部回测颈线的概念 那回到日线上面来看 日线也是一样 我说你这个打很深很深 好像很难看的 对很难看的 事实上难看不重要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大量 我们游标移到大量的位置 对游标移到大量的位置 这个地方 事实上你说他好像跌破了 这个大量区 这个线把它削掉 但是他是红K的一半 这里还算是有首度 在苦撑 那这种股票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股性没有那么好 但是通常打到这种位阶 那事实上他是可能下档的买盘 会越来越强劲 等他落底 然后慢慢的竹底 确认之后再参考吗 是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说 月线这附近 应该就会有机会了 好这是红基 来最后一档 怎么快茂达 好茂达 上半年成长36% 下第二季的阻力 应该讲说跟上半年是一样的 那营收跟毛利率 都优于第一季 那其实茂达最主要是DDR5 风扇驱动IC 那还有大电流的电源管理IC 那这些都是属于大电流 那事实上从AIPC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的规格要高规 所以其实茂达做的PC的产品 就是高规的 那这些新产品提出 有助他的ASP 今年毛利率 大概较去年三十二 还要持续提升 周线突破 但是现在还是回撤 回撤到季线的位置 来看一下 今天收206.5 这周线 这周线看起来是还OK的 但是日线上面来讲 他是不断的作为回撤 所以我我今天讲的个别股 都不在高档 而且你看他这条线 其实这种线叫做X线 那他刚好是季线的位置 他这里上去之后回撤到一个 几乎已经又是红K大量的位置 然后也是跌不太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种应该讲说 都是投资价值的浮现 了解 好 谢谢盛建老师 请先回撤了 AIPC 到底值不值得 花这么贵的钱去买它 我们就看看市场的反应如何 但如果真的胜抽率开始增加了 接下来人手一台 谁将受贿 操作策略跟题材 请给你做参考了 今天的ETF专题 我们前天讲了既配息的ETF 昨天讲了月配息 今天来讲债 最近好多人在谈债 因为全世界都封债 尤其台湾已经买到了 这美国第十一大债主了 现在是好时机吗 怎么选 休息一下 自动告诉你 投资市场顺习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